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今天我要來自己做COVID-19的快篩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10天 那我在入境的時候 就有拿到快篩抗炎的注意事項 這裡寫因應COVID-19 Delta變異株流行 為加強疾病的監測 所以呢所有入境的旅客 都要在隔離的第10到12天之間 要做這個快篩 我用的是這一個廠牌 那這一個是公費提供的 確認它的有效期限 是不是在奇效內 首先要打開之前要先去洗手 我剛剛也先去洗手了 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說明書 然後再來有一支採檢刷 還有一個夾鏈袋 這個是萃取液的試管 跟它的滴管 再來還有一個用鋁箔包裝起來的卡夾 我也是第一次做這個家用快篩 它這裡有步驟的引導 我就跟著它做吧 首先要把這個鋁箔打開 裡面長這樣 就是一個卡夾 裡面有一個乾燥包 防潮的 將妝有萃取液的試管握在手心中 擰開 它這裡有一個洞 這樣給它擦下去 收集鼻腔的剪體 打開的時候要注意不要摸到 要放進鼻腔的地方 拿這一頭 不要拿這一頭 傾斜約70度 好恐怖喔 輕輕的將帶有軟墊的 採檢刷尖頭插入我的鼻孔 慢慢滑動採檢刷 大約向前2.5公分 我頂到了 這樣 然後畫圈五次 我流眼淚了 同一支採檢刷 再換到另外一個鼻孔 好像打噴氣了 再來取出採檢刷之後 拆下去 然後讓它充分的混合 這個試劑會把你鼻腔裡面的一些蛋白質 跟病毒有關的蛋白質溶解出來 讓它靜置一分鐘 好一分鐘過去了 舉出的時候要將採檢刷的尖端沿著管壁內側轉動3-5次 用手這樣子捏這個試管 擠壓它的側面 盡可能將採檢刷吸附的液體全部都擠出來 然後把這個刷子放到 夾鏈袋裡面 先 D管的頭 抿上去 D3D在S的地方 1 2 3 說明書上說最多不要超過5D 計時15分鐘 OK 在等待的時候 把這個D管的頭換掉 旋頸之後 都丟進夾鏈袋裡 15分鐘到了 我現在來把它拍起來 我的檢驗結果 可以判定為陰性 因為它只有C是橙色的 如果是陽性反應的話 C跟T都會有顏色 那我的呢 就是只有C有顏色 所以應該是陰性 只有一條線 把這個卡夾也放進去 夾鏈袋裡面 封好 就可以直接丟落色桶了 如果採檢是陽性的話 就要拿到附近的檢疫所 當成醫療廢企物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採檢的結果 應該是沒有確診性冠肺 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大家掰掰 下支影片再見